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雷雅 明天就要开工了 长达9天的假期 您准备好收心了吗 就怕在长假之后 会出现收假症候群的症状 专家提供了几个方法给您参考 第一个是您可以做一些 简易的伸展操来放松身心 再来您可以列出您的工作计划 让自己找回一点工作的步调 同时远离社群软体 把心思回归到自己的身上 而在睡前听一点轻音乐 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您收心 迎接开工的第一天 星期一要上班上课 您准备好了吗 当然是还想要再放 那你准备好收心了吗 还没 已经做好了 就是减少食量 然后早点睡觉这样子 长达9天的连续假期 要收心的确不容易 加上完全的放松 生活作息混乱 一个不小心就会出现 收假症候群 接下来的一两天 你会发现很多的个案 他可能去上班之后 开始有一些肩膀痠痛 然后很紧张疲累 然后没有办法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睡过头 没有办法去上班 然后到了上班的时候 甚至会有一些身心的症状 比较疲累 注意力不集中 工作没有效率 一般来说工作压力大 放假期间生活作息 日夜颠倒的人 比较容易出现症状 通常一到两天就能调试完毕 但要是持续心情低落 出现头晕 心悸 拉肚子 或失眠的症状 超过一周 就要就医 另外医生也建议 收假前一天 尽可能远离社群软体 那使用生育软体就很容易陷在一个比较 或者是会花比较多心思在想假期的事情 那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状态 通常我们会建议做一些事 比如说恢复到正常的作息规划等等 也可以先写下对工作的期许和年度计划 拨控做伸展操 放松身心 并且比平常早一个小时就寝 都有助于面对开工后的挑战 带新闻雷亚简缘集台北报道 多数的人都有饭后吃水果的习惯 认为能够帮助消化 还可以增加饱足感 但其实吃水果的时间是因人而异 到底该在餐前还是餐后吃对人体最好 听听专家怎么说 台湾是水果王国 美味有营养的水果都不胜数 我比较喜欢吃西瓜 因为西瓜很甜而且又很多汁 把辣我们土产的水果我都很喜欢吃 把辣番茄 多吃水果有益健康 那吃水果的时机点有没有影响呢 我吃了水果之后我的饭就会少量 这样子就会觉得因为有饱足感 饭前先吃水果的人毕竟是少数 老一辈说法饭后吃水果帮助消化 63岁的林女士多年来总是习惯 饭后切水果给全家人享用 其实都是饭后 因为从以前就是小孩子吃饱 我就会准备水果给他们吃 就是习惯 饭后吃水果会不会觉得说肚子特别脏 不会 吃完的感觉是 就觉得很好吃啊 很满足感这样 对 到底水果适合饭前吃还是饭后享用呢 这个话题不时有人讨论 一般的人其实都OK啊 对啊 没有特别的限制 也是因人而已 这没有标准答案 营养师说 一般人吃水果的时间点没有特别限制 饭前或饭后吃水果都正确 但要特别提醒 肠胃道功能不好或是胃溃养患者 有未识到逆流症状的人 全都不建议在餐前先吃水果 因为餐前吃水果有一些水果可能会 让他的胃酸分泌 让他会更加剧他的不舒服的症状 所以我比较建议他放在餐后的时候再吃 而糖尿病患者因为需要控制血糖 也不建议空腹吃水果 空腹吃水果 因为空腹吃水果的话 他吃完之后血糖 马上会比较剧烈的上升之外 他又接着吃整餐 那餐后血糖一定是会有 比较剧烈的变化 营养师说需要控制血糖的患者 水果最好在餐间或餐后食用 而且当餐的主食分量需要减少 才不会影响健康 如何找回骨本 是许多骨质疏松的民众关切的话题 有的人会选择吃保健食品 但其实这是不够的 要是没有运动依然没有效果 医生建议最好是搭配 负重运动才会有效 当然如果您无法做负重训练 每天走路30分钟 也能够防止骨质再度的流失 负重训练 跑步运动 强化的不只是您看得到的肌肉线条 运动完精神会比较好 对身体帮助 身体体力也会比较好 身体内看不见的骨质流失 也可以因此补回来 身体如果没有感受到骨质的不足的话 它并不会发出讯号所要求 要获取比较多的钙质 或获取比较多的维他命D 当我们持续负重训练 身体才会感受到讯号 启动内分泌系统把钙质 维他命D回收回来做骨质 这是动态平衡的概念 徒手也算 那还有一些一般的我们的 叫说深蹲啊蹲腿啊 那个都也是算一个阻力 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 抗阻的一个力量 都是算阻力的一个训练 负重运动就是阻力训练的一种 不一定要举很重的物品 才算负重 走路承载本身的身体重量 持之以恒也能见效 光是这样走路 一步一步这样踩 然后距离够长 比如半个钟头以上 这样的刺激对骨头 就是一个足够的警训 但是这个要强调的时候 这都是长期的效应 都是可能至少是三四年以上 才会比较看得到效果 光吃保健食品 骨头没受到刺激 不足以换回骨质流失 负重运动才是王道 大爱新闻李亚平 廖学信台中报道 接下来带您一览天下事 法国人民反对总统马克宏 调长游说的黄背心运动 已经持续了13个星期 社会成本是越来越高 已经造成2000多位的民众受伤 1000多位的警察挂彩 即使在总统马克宏让步之后 黄背心运动依然持续 严重影响民生经济 引发民怨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夫婿 高龄97岁的菲律普亲王 上个月自己开车出门 发生车祸 之后又被抓到开车 没有系安全带 引发外界的关注 白金汉沟发表声明 亲王决定主动缴回汽车驾照 俄罗斯一座大岛 出现不速之客入侵 树势头的北极熊 因为暖化找不到食物 只好闯入新地岛的民宅 找东西吃 由于俄罗斯将北极熊 列为濒临嘴肿的动物 禁止猎杀 当地三千位的居民束手无策 要求政府出面协助处理 全球暖化不仅冲击了动物的粮食 也影响了人类的生活 在俄罗斯的西北部 靠近北欧 有一个河中小岛 以往冬天因为河川冰封 村民可以驾着车 在上头自由穿梭 进出是相当的方便 但是近几年 河滨溶冰的时间拉长了 民众只能靠着一条小条 徒步的进出 生活是非常的不方便 有越来越多的村民 只能离开家园 到大城市去讨生活 苍翠的森林 一条河蜿蜒而过 河中的岛屿 看起来就像人间仙境 这个俄罗斯西北部的城镇 帕纳甲维 位在靠近芬兰的边境地区 被凯米尔河环绕 不同于夏季的一片绿 冬天白雪冰封大地 当地民众可以开着车子 在穿梭 但正在溶冰时 唯一进出的桥梁 竟然是这样残破不堪的小桥 尽管拥有独特的景致 但因为生活实在太不方便 小岛村民纷纷搬去大都市生活 村民只剩下250人 更让村民眼巴巴盼望的 大桥改建遥遥无奇 暖化更严重冲击到他们的生活 温度迟迟不下降 让河水只有部分结冰 船也过不去 车也走不过来 像现在这样能自由行动的日子 一年下来只剩下一个半月 剩下的时间只能徒步走过小桥 在想办法前往100公里外的城镇 打开新闻预角练移 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 海底政局相当不稳定 民生经济萧条 于是此地志工决定 为当地贫困的居民送来大名 违章建筑林立 街道肮脏凌乱 加勒比海小国海地 景象一如以往 四季志工每年固定来到太子港 发放大名 在太阳城圣安东尼学校 为1300多户特困居民 送来新年礼物 我今天拥有这次机会 来感谢您的购买 您的购买 您的购买给我们的民众 他们非常愉快 我爱您的购买 因为您的购买 为他们的购买 七场发放总共200顿的大米 圆满交在海地居民的手中 这对志工而言 是场体力的考验 但大家都甘致 要感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最欢喜的就是看到所有感恩户 他们领到你的时候 那种脸上的欢喜 也就是我们所有志工们 在继续在这边做的动力 结束发放 志工来到拉萨林区综合学校 转赠贝勒宾慈禁人 捐出的两万双铜鞋 每一个孩子穿到脚上 都是合脚的 就是表示他们多么的用心 当然我们实际志工 看到心里面更欢喜 习惯赤脚走路的孩子们 在穿上鞋子后 喜悦不言可遇 如继神父带着大家 用歌声唱出他们的感恩 志工的爱变成实用的物资 穿在孩子的脚上 也温饱他们的肚子 大新闻 这是美志工 曾会议 黄金梁海底报道 3C产品的发达 现在人人几书都是低头足 不过有专家发现 她的父母对于这些新科技产品 很有危机意识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花了十年的时间观察上万的儿童 发现太长时间使用平板手机 对宝宝的脑部发展 恐怕不是好事 美国心脏协会也发现小朋友太爱当低头足 可能造成日后心脏病的风险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这些都研制过早 尽管没有办法有证据证实 长期低头滑手机 对健康有直接的影响 但专家还是建议父母要多注意 现在不但有业者推出监控的APP 许多手机也内建 使用时间限制的装置 睡前一小时尽量 不要使用这些电子产品 避免被平板跟手机给绑架 影响健康 大爱新闻与小编译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达 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现在有业者研发出 用智慧型手机 就可以调整鞋带的松紧 甚至还开发出 可以用分解物质制造的鞋款 兼具实用与环保 一彩进鞋里 自动调整鞋带 超酷炫设计 吸引全球影运目光 这些年代 《返回到未来》 会提供希望 这些人认为这些 太多关系 曾在80年代 电影中出现的 动力鞋带球鞋 在引颈期盼下 终于即将在美国 推出篮球鞋版 不过不同于电影 上面没有控制鞋带的按钮 反而是改由 智慧型手机操控 这双鞋不只帮你绑鞋带 隐藏在鞋底的围形马达 侦测脚步压力 调整包覆程度 加上有快速松紧鞋带的优点 将成为篮球选手一大福音 面对不同新潮鞋款抢势 各家运动品牌业者纷纷出招 推出回收原料制造的球鞋 是相应环保 这双鞋不算是化学 这双鞋不算是化学 这双鞋是由生成的 这双鞋是因为我们做的 这是鞋和鞋 有20亿亿的鞋 每年用的鞋 这双鞋不算是不算是化学 美国每年生产200亿双球鞋 因此业者希望 穿在脚上的材料 全是可被自然分解的物质 降低对环境的冲击 未来鞋款趋势 不仅考量舒适度 更要创新又环保 考验业者的创造力 大爱新闻养情编译 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 此季志工在高雄环保站 是大增人力 他们把握最后的假期 投入分类 希望把眼前堆积如山的回收 能够快点消化 环保车每一趟都满满满 春节假期累积大量的回收资源 考验环保志工 昨天就打电话 跟厂商沟通 因为我会做一个环保的容量 他今天特别加班 给我一台车来给我们载 所以我们的动线 比较有点顺畅 每个鞋块几乎都堆得像个小山丘 志工围着盲分类 站在站外 东西多却仅仅有序 各式各样硬塑胶 是回收商最不欢迎的品项 这对夫妻党 把它分得更细更落实 提高回收率 春节期间一样不空过 把做环保当作修行 过新年用行动爱地球 会面成长 休假也更有意义 大爱新闻派真正瑞萍 高球报导 其实生活中常见的塑胶袋 一共有60种 到底要如何分门别类呢 但您一探究竟 减速大作战 这小小看板上 有60多种塑胶袋 绝大多数都可以回收 最左边这排顶级P100 能再做成食品级塑胶袋 它要能够微波 能够加热 所以它必须是好的材质的东西 装水果那个网子 装的那个 我都一直以为那是垃圾 所以我都会丢到垃圾桶 然后刚刚听完才发现 原来那可以回收 仔细听讲三分钟 像上了一堂环保课 陈小姐已经来大爱馆第五趟 每次都有不同收获 资源厂商不回收 他就说丢垃圾紫车 那我真的丢下去了 可是又觉得 是一种污染 对 没错 那今天来这边听了 慈祭这样子的宣导 我就观念比较清楚 慈祭做环保 物尽其用道 令人难以想象 然后有制的地方捡起来 然后这整个就是P100了 我们家里的垃圾 应该只有卫生纸而已 其他都是可回收的 因为只要这些塑胶袋 你不把它丢垃圾桶 它永远是资源 复合式材质 虽然不能回收 但也最好不要丢垃圾车 塑胶袋当材料 编成手提包 我们本来这是垃圾 我们是把它画无用为大用 让我们生活上都用得到 发挥想象力 将垃圾变成可用资源 我们居住的环境会更好 大爱新闻 李亚苹果记中台中报道 今年元宵节 台湾灯会将在屏东举行 此地志工也会在展区 打造一个环保地球 希望能够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 黑夜里地球主灯稳定转动 发出耀眼光芒 这是台湾灯会慈济展区的主灯 为了打造这环保地球 屏东慈济志工两个月前就开始忙 负责设计转动设备的 就是这位从事室内装潢的志工林俊良 用那个回收汽车的 轮胎的那个铝圈 铁圈 然后还有它的前轮的那个轴层 然后来做那个转向 转向的那个自动旋转的机构勾建 但要做大地球得爱的接力 庞大铁架从屏东市区运到东港 过年前志工齐聚把3000多之宝特瓶洗干净组装上去 大年初四这颗大地球就运到了大鹏湾的会场 当地志工首次做花灯边做边学 除了主灯地球现场还有千朵金莲也是用回收污做的 一天就看到那个汤匙 它这个形状就是跟花瓣很像 所以有一天我就四年 汤匙光碟加上笋壳成了地永金莲 透过志工的巧手巧思让废物也能闪耀光芒 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导 而往年台北市都会发免费的灯笼 不过今年在民众的联署之下 决定停止赠送以减少浪费 如今提案的人也发起了一场亲子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手作灯笼 塑造罐只容器一整堆摆在地上 但另一头桌子上却摇身一变成了独一无二 闪闪发光的灯笼 现场近二十组亲子党动手玩创意 我在做小叮当的灯笼 吸管 然后猪的身体是紫盒 儿时的童年回忆也被勾起 因为那个时候我弟弟差我比较多岁 所以到我们年龄小学的时候 他还是刚出生 所以我们都会用铁罐下去做灯笼 如果凡事都买现成的话 那就人生就那么简单吗 不是嘛 因为人生真的很辛苦 有很多事情是要他自己去 自己去自发跟参与 自己去学习 用这个固定好了 虾掌领军带头参与 拒绝免费车浪费 现代人的消费其实蛮轻易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很容易收集得到 比如说像玻璃纸 我们之前也试过 像买衣服有时候 也会有一个透明袋 破坏袋 其实他也可以自己用麦克笔涂上色 就可以取代玻璃纸 只要多花一点点心思 它没有这么难被取代 为了这个年节制造出来的东西 然后制造完之后 它其实就被丢弃了 对 那除了就是 还有那个电池 电池真的不好回收 不到一小时创意陆陆续续 化作成品 这是我做的灯笼 它的造型是小兔子 带着一个漂亮的玩具 它是我用十二身枪做的 然后我在旁边夹了一只鸟 少了一次性的灯笼 但传统仍然在这里 延续下去 大海新闻 杨韵氏 梁家明台北报导 第二十四届英国皇家植物园 举办兰花节 各式各样的兰花争起斗艳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起来欣赏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好家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